你们知道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吗 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 休息天的时候赖床 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飘雪 今天休息赖到下午了 现在没起床 现在已经12点多快一点了 然后没起来 一直赖在床上 平常上班上一个星期感觉挺累的 所以休息的时候就不想动了 就想在家在床上赖着 然后阿牛今天去唐人街了 一大早10点多就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起床 所以我没去 他自己去了 餐馆那个油炉 今天打不着火 他说要出去买一个零件 换一下 可能什么地方坏了 然后他出去了 我真的不想动 所以就拉到现在才起床 早上起床 我刚刚看了一下 刚才看了一下 刚才看了一下 儿子也上学去了 他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然后叫朋友带他去学车 他不是考那个 彼士已经考完了吗 考过了吗 然后最近在学车 他跟他朋友一起叫朋友带他去学车 今天就我一个人在家 然后准备起床 起床洗漱 洗漱完 然后看看做点啥吃的 早上简单点 我看了冰箱里有那个 有地瓜 然后小米 煮个地瓜小米粥吧 早上就简单的吃点 说是说早餐 其实就是我的午餐了 因为睡到这么晚 早餐就免了 就没有吃 所以就一会儿就 吃个小米地瓜粥 做午餐吧 然后晚餐 就等儿子饭学回来 以后再吃 儿子大概也要到 五六点才会回来 他今天去的很早 平时的货啊 都两三点才走 今天不知道这么这么早 刚才起来 看一下已经走掉了 准备起床洗漱 唉 真的 躺在被窝里就不想动 也不想吃 也不想动 啥都不干 就这样子懒 躺在那里 是不是很烂啊 这就是我走的小米粥 小米地瓜粥 已经很烂了 放了一点点糖 很香啊 刚才阿牛回来了 满脸的不高兴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说今天去唐人街 吃了一张罚单 我说你吃罚单 关我什么事 吃罚单你自己 把开停车的时候 你不看啊 不看哪里能停 哪里不能停啊 他说他停的时候 前面也有车 后面也有车 就弹了那张吃罚单了 然后他说 如果你跟我去唐人街的话 你帮我开着车 我去买东西 就不至于吃罚单了 我说我不想去还不行啊 为什么你去唐人街一定要带上我 对不对 而且那么早 10点多 我都难得休息 我就不想起来 嗯 这是好多年 好多年没有吃过罚单了 这好多年在纽约没吃罚单 你们知道纽约的罚单都会吗 纽约的罚单都是100多 最少都一百一十五可能 正常的话 他应该是不能停 停车的话 一般是一百一十五 我这应该有五六年七八年 都没有在纽约吃过罚单了 以前的话 刚刚车子刚刚买来的时候 还经常在唐人街 这边吃罚单 现在一般都知道 哪里能停 哪里不能停的 都不会吃到罚单 他很厉害 他今天去就吃罚单了 还反过来 还满脸的不高兴 还怪我 他说如果你跟着我去 你帮我去开车 他说我去买东西的话 就不会吃罚单了 我说那怪我什么事 那你每次去唐人街 还得我跟着去吗 对不对 也是无语了 自己吃罚单还要怪别人 看你做什么的 刚才打的冰沙 太酸了 但把葡萄来张 要到这那些冰冻 好吃 这葡萄白就很甜了 葡萄是很甜的 你看都已经冰了 你看 怎么怎么一念汗 就冰住了 奇怪 因为这个很冰啊 挺好玩的 然后他放了 受到你冰的呀 我倒掉了 那我倒掉了 我倒掉了 它弄几个小的 这candy的很甜 这小葡萄 超级甜 那你大的围圈过去 小的我直接再盖进去洗了 我后来也放进去 不是吧 连杆子也放进去 不是很奇怪 ok ok 那杆子也放进去 真的太麻烦了 这个小葡萄很甜 candy的 糖葡萄的 多沾一点 再拿一沾过 好小 先弄点看好不好吃 先放冰箱去 那个保鲜膜 不包不是 等一下创会掉 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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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放冰箱盆一下 昨天晚上安丽做的这个 他刚才偷吃了一个 他说 什么东西 葡萄 好冰啊 这个大的 都掉了 好硬啊 外面很酸 你 我在哪里还没有 做得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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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